那開機就直接按下去 那這條線呢,這條線是它手柄的線 就是我們剛剛說到手柄的按鍵的部分 這是手柄的線 那這條線通常不要去折到它去撞擊啊 或者什麼之類就這樣不要去撞擊到 那再來就到正面的部分 它正常來說 我把你轉到這邊齁 好,機器中還有一個 有一個透明的壓克力蓋 好,這個壓克力蓋 是保護操作者的部分 刀具如果今天斷掉 或者是飛掉,材料飛掉的話 它有壓克力的保護作用 那這個壓克力蓋呢 它這邊的按鈕是 類似它的保護按鈕 它今天壓下去它機器還可以做運作 那今天,因為膠血的部分 所以我先把它貼起來 正常我們這邊,它只要沒有壓下去的時候 我們手柄是不能做動作的 代表機器沒有辦法運作 可是它藍燈是在幹嘛用的? 藍燈 哪一個?這個嗎? 這個它就只是它的燈而已 跟下面這個都只是它的照明燈而已 它沒有任何的作用 裝飾效果 裝飾效果 那我們正常說明 打開的時候它會出現這三個選項 剛開始開的時候會有這三個選項 一個是利走了全部回鈴 就是機械回鈴的動作 通常我們都會讓它機械回鈴 我們就按確定 好,我在示範一次喔 今天我們開機的時候啊 它會透過這個畫面 作詞文章 我們也會選擇水母的水母